我刚刚本来是在这边,就是用我们的Scanner 配合System-in跟System-out出去吧 我把它改一下,改成J-Option-Pen 实际上这边也是一样,把这边改一下 输出,然后Show-Input-Dialog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会多宣告一个 就是一个字串变数 因为那个System-out它是直接一行一行一行 就可以一直输出嘛,对不对 那那个J-Option不行 那Show-Input-Dialog是,你必须先把它组成一个字串 最后再一起输出,你不能够一行一行慢慢输出 所以这部分的话,变成我多一个变数 然后多一个变数,后面要多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跳脱支援这部分前面也讲过 那最后RUN起来的话,各位看一下 这边执行比如说我六列好了,Enter一下 输出来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结果也是一样 只是Show的地方不同 那主要的差别,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把这边都mark掉,对不对 然后增加一个这个,字串变数 这个变数的名称我叫MSG好了 给它预设值空字串 那底下这边应该没问题 Show-Input-Dialog,然后列数 进来之后呢,读到一个 一个这个数字 那前提就是我要把它转换 本来是字串,转换成整数 这个后面都没有动 然后也是1到99 对不对 那输出的部分 因为我不能够一次 一行一行输出 我必须把它串联在一起 所以呢,我后面就是MSG等于什么 MSG自己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些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 加上一个换航符号 因为我后面要换航 不然的话串在一起很难看 然后呢,换航之后 最后把这个MSG串联的结果 好,回圈跑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怎么样?输出去 就完成这个结果 那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我今天希望好了 我希望 这里面再变化一下 我希望后面显示出来乱数 我 不要是整数的 我要是什么? 我要是浮点的 就是我这边浮点 而且浮点就是要小数点 我希望跑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个地方就会牵涉到格式的问题 就跟那个ECEL一样 ECEL你们很简单嘛 两个 对,点两下 小数点两次就出来了 但是在这里 Java你就要去想一想怎么做 这里面的话 格式化有很多类别 里面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套件里面有个叫TES套件 有没有 Java里面有个TES T-E-X-T的套件 反正你看到TES套件 顾名思义嘛 这个套件做什么? 就是针对文字方面的 这些相关的 那里面的话 也有一个叫Dicimal Format 它可以帮助你做格式化 有点像ECEL里面 你按右键格式化 它就会针对你的格式去跑 那这部分我想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请各位也试着把刚刚一围的阵列 把它改成这个形式 最后做出来 当然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模拟什么? 只骰子 跑出来 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一样嘛 你就骰子六点嘛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万次 有没有办法跑出来 平均 反正你就是加加加加加加 抗着一下 那如果再有时间的同学 去跑那个大乐透城市 这都可以 太多东西可以玩了 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结构 基本上都一样 都差不多那些语法 包含阵列 包含回圈 然后包含Io的部分而已 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 可以自己想的 跟输出 可以很快的match的话 那就是你的功力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画面 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